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整体上来看 澳洲股市在过去半年时间里面始终就是在5650至5900点之上下250点区域内徘徊 中国股市也同样在上周五出现了交道的跌幅 上证指数下跌1.65% 创下了过去8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深圳方面也同样下跌了1.8% 成交金额仅仅只有2690亿左右 在其他方面 欧洲股市表现也整体不好 上周英国 法国 德国累计跌幅都超过了2.5% 光是在周五一天 英法德三国跌幅均超过了1% 那么与亚洲和欧洲国家下跌相比的话呢 美国股市在上周五呢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扬 但是幅度并不是很大 这个道琼斯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呢 涨幅分别在0.1%至0.6%左右 那么除了股市以外 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价格在上周五有所上涨 随着股市的下跌 目前金价已经达到了1293的水平 同时油价呢 目前也已经再次逼近到了48块五毛钱附近 那么在今天我们热门话题中要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这个澳洲央行所提到的鸽派发言 以及呢 中国股市面临的调整可能 我们都知道呢 对于交易澳元的投资者来说 都想知道澳洲 特别是澳洲央行 何时会进入一个像欧美国家一样的加息通道 那么如果你是交易者的话呢 毫无疑问 意味着如果一旦是澳元进入加息通道之后 那么也就是说 澳元家很有可能将会像英镑或者像欧元一样 进入一个长期的上涨趋势 但目前来说呢 包括了这个在澳洲的所有的这个华人投资者 很多手里呢 也有很多的房地产 因此澳元一旦加入加息通道之后 投资者呢 澳元面临的就是上涨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房地产的持有者来说 那么这个贷款利率也将会成为大家一个关心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澳洲央行行长在上周五发表了一些讲话 我们现在来简单说一看一下呢 他到底是说了一些什么内容 那总结一点来看呢 澳洲央行行长在上周五呢 找种说到了一个这个影响他们做决定的因素 就是呢 现在国民或者说澳洲普通居民的家庭收入 我们知道呢 虽然说现在这个澳洲的经济不是特别好 也不是特别坏啊 但是欧美国家已经纷纷进入一个加息通道 所以对于澳洲来想来讲的话呢 大家都会认为这是迟早的事 但是呢 现在澳洲央行在做出澳元要加息决定 或者说潜在的加息可能之前 他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 加息对于经济和普通人民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那么澳洲央行行长罗行长在上周五的讲话中说到 虽然现在澳洲的普通工资的增速呢 非常缓慢 只有2% 但是目前的各种物价上涨已经非常之高 包括了房屋贷款 水电账单 以及呢 普通的这个蔬菜价格 涨幅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标准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现在呢 平均家庭收入的增长已经抵不过物价上涨的速度 也就是说 普通家庭收入呢 现在实际上是一个负增长状态 那在这么 这个话题一旦抛说之后呢 毫无疑问的结论就是 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再一次加息 那么对于澳洲普通居民的家庭负担来说 毫无疑问将会严重的加剧 所以说 既然他今天这个上周五的时候呢 央行行长说到了这个家庭负担 居民收入和物价上涨这些关系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呢 那么他的潜台词就是说 澳洲央行在目前这个工资增长没有恢复之前 经济增长没有这个起色之前呢 应该在短时间不会再去动这个利息 但是呢 这个罗行长也说到 澳洲央行下一次的行动将很有可能是一个加息 而非是一个降息的行为 但是这个加息的行为 从现在来看 可能未来的时间将会比较久 也就是说 从目前到今年年底 很有可能澳洲央行并不会和欧美国家一样进入加息通道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亚洲方面 股市方面 我们知道呢 香港的恒生指数和中国的A50指数 在上个星期五个交易日中连续出现了大幅的回调 恒生指数跌幅呢 是超过了一千个点 而中国的A50跌幅也有六百点之多 那么这么大的跌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很多投资者都会觉得 现在的跌幅是不是一个好的进场时机 还是说我们还应该是等等再看呢 那么首先我要说的是呢 对于中国的股市也好 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好 如果我们是套用的这个传统的模式 或者说是书本的模式呢 是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因为呢 我们知道呢 中国的这个市场也好 股市也好呢 原文因素非常之多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谁都判断不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不妨做出一些这个 应该说呢 只能做出一些个人的猜测 并不能保证这个准确率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要知道呢 中国的股市也好 或者香港恒生指数也好 其原动力啊 并没有改变 包括国家扶持央企 扶持制造业 以及呢 这个国内A股资金南下进入香港 这个大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在过去的四五个月里面呢 恒生也好 A50也好 涨幅已经非常之多了 一些关键的板块 像金融板块啊 像这个我们知道的像这个隔离电器 美的电器这些制造业啊 涨幅都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那么在这样的涨幅之下 你说未来的后半年再来一个百分之五十吗 可能性有没有 有 但是是在正常的时间范围之内 但绝不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一两个月之内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呢 在今年九月和十月会召开著名的这个十九大 因此在这个会议召开期间 一切还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现在的股市很大程度上来说 可能将会呢 选择折服 或者说是暂时的趴着不动 毕竟呢 我们知道呢 不论是谁 新冠上任三把火 这个在正式的计算业绩之前 如果现在股市上涨太多 那么你说到了年底是回调好呢 还是继续上涨好 这个左右都会为难 所以说要是我是庄家 我现在肯定会选择暂时按兵不动 等最终结果出台 一切清晰之后再做考虑 所以说从现在呢 可能我们会看到小反弹 但更多的看到的相会是震荡调整 甚至于有所轻微的下跌 这都是为了以后的大趋势做准备的 当然了 这只是我们个人的猜测 很多时候呢 未必准确 大家呢 可以这个以供参考 接着今天的这个产品方面 我们要介绍一个产品呢 是英镑队日元 镑日 为什么说镑日呢 因为镑日呢 从8月初 准确的说是8月2号到现在 接近于14天的时间里面 一直是处于一个下跌状态 只有在今天中午过了12点之后 首次出现了一个短期的上扬 或者说是买入信号 而且这个信号呢 在未来的20分钟之内 特别是可能是再过10到15分钟 将会得到确认 目前的价格差不多就是在一个 比较不错的进场价格 可能稍微有些偏高 但是差异不大 我们目前呢 完全可以在短期之内 现在是看涨傍日 当然了 我要说的是 现在只是一个半小时的图形 未来趋势进一步的确认 需要它在一小时 四小时乃至天图上 得到上涨确认之后 才能形成共振 那么目前 如果我们要操作 只能选择快进快出 那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Gold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